大家好,我是老默 有朋友留言问 酱酥饼应该怎样去调油酥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酱酥饼的详细做法 还有制作时要注意的地方 说一下今天的材料 中筋面粉150克 盐2克 酵母1克 放盐是为了增加底味 放酵母让咱们做出来的饼更软更松 搅拌均匀以后 咱们需要准备油5克 最好准备的是熟油 咱们可以把油先放到锅里面 烧到冒烟 然后盛出来放凉 然后再准备水90克 水必须用温水 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凉 咱们直接冷水和面 松弛的时间太慢太慢 所以用温水会比较快 这样就能省去更多的时间 而且做的时候更顺畅 把面团揉光 揉到没有干粉 表面不粘手 直接就可以包起来 稍微醒发半个小时 后调酱油酥 大家要注意 酱油酥一般用的是甜面酱 然后加入色拉油 两者的比例是1比1.5 就是说10克酱放15克油 再配上一点熟的白芝麻 做出来更香 最后再加入面粉10克 因为咱们今天做的量少 所以做的比较少一点 搅拌匀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状态 一定要把酱料完全稀释 让咱们抹油酥更方便 面团已经醒发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会变得更柔软 这时候咱们直接放在案板上 就不需要揉面 直接稍微整理一下来搓就可以 只要它表面不粘你的手 直接来搓 搓好条之后 下出剂子 这个剂子大概在80克左右 然后把剂子搓成长条 所以稍微大一点 主要是为了层次更多 拍一下之后 直接来擀制 擀的时候尽量擀得越薄越好 并且还要注意 这个宽度在15公分以上 这样咱们抹酱酥的时候 就会抹的比较多 这个味道也会比较突出 假如面感的比较细 咱们只抹中间一点 它这个味道就比较淡 擀好以后 直接把酱酥滴在上面 酱酥如果偏淡 咱们可以稍微加上一点盐 接着是抹的时候 就是边边角角 尽量给它抹到边 这样做好之后 它的味道也会更好 分层效果也更佳 最后撒上葱花 要是用大葱 葱白 大葱做出来的葱香味会更浓郁 然后从一头把面卷起来 卷的时候呢 边卷边拉也是OK的 卷的时候稍微卷紧一点不要紧 卷好之后 两边往中间一折就可以了 至于厚薄呢 大家自己注意就好了 厚一点薄一点都可以 第一要注意 不能让里面的酱酥跑到外面来 全部卷好之后 咱们接下来要擀制 擀制的时候记得撒一点干粉 因为面是比较软的 那时候这个力道也不要太大 只要把它擀平就可以 本身咱们面皮就擀得薄 如果再压得比较狠 里面的酥容易跑出来 其他的也是按这样的去操作 操作完成之后 咱们热电饼撑 中火预热 预热好之后 直接把饼皮放在上面 稍微按一下 按平 盖盖之前 上面要滴上油 防止煎老 用中火保持三分钟 煎到直接开盖 这时候颜色基本上已经上好 咱们赶紧翻面 翻面之后 上面还是要滴上油 再盖上盖 焖三分钟 然后再次打开 这时候的颜色 包括成熟度都已经OK了 这就已经做好了 咱们可以出锅了 如果想更脆 火稍微大一点 让表皮多煎一下 这样咱们就做好了 如果想让它的脆度达到极致 咱们可以放到烤箱里面 用最高温度烤八分钟 那样做完之后 多余的油脂就会跑出来 会更加酥脆 面的状态就像这样 酥软多层 您自己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好 面团要稍微软一点 操作会更顺利 其他的就是注意好火力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 咱们下期视频